Hello,小朋友,那树霞老师呢,又跟大家见面了,今天呢,老师要带大家去见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, 比如说呢,大家在生活中可能会遇见我们的硬币,那你知道我们的硬币到底有多重吗? 以它,到底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去衡量它呢? 那另外呢,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天上的一朵云,那你知道它有多重吗? 那这个的话,我们先放一放啊,今天的话,树霞老师就带着大家去看一下, 我们今天会遇到的一个两个新的名词,它是咱们啊,生活中常见我们物品的一个单位, 一个单位啊,之前我们没有接触过,那这讲课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。 首先呢,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的标题啊,课和千课,那今天呢,这也就是我们接触的两个新的名词。 具体道理是怎么样子的啊,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揭晓。 好,那同样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,学习目标啊,感受,听字字眼啊,感受并认识质量单位,课和千课。 所以呢,我们首先要知道啊,课和千课是我们的质量单位。 然后呢,初步建立一课和一千课的一个观念啊,观念是什么呢,小朋友,就是我建到哪个物品, 我能够知道它到底用课做单位,还是用千课做单位比较合适。 知道一千课等于我们的一千课,那这块啊,很容易理解啊,就像我们的一千米, 等于我们的一千米啊,一样的啊,所以呢,一千课等于我们的一千课。 好,这是我们本讲课的一个重点,那我们的难免是什么呢? 知道用秤去称物体的方法。 小朋友可能会在我们的市场买过菜,也可能会在我们的超市买过东西的吧, 那超市呢,现在都不用秤了,那就在我们的市场买菜的过程。 那你看一下一个阿姨在买我们的西红柿,西红柿放到那个秤上,秤了看多少, 哎,把价钱一算,哎,才给咱们的爸爸妈妈,或者给咱们的小朋友,对不对? 那我们要知道用秤,秤物体的一个方法。 虽然咱们可能不会去用秤啊,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去算的, 避免我们去买菜的时候被坑了,对不对? 好,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和难免。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一讲学习的一个知识点啊, 万以内瘦的比较大小。 那怎么样去比较呢? 就通过两点,一个是数的位数。 还有呢,我们的一个相等位数的话,我们就去看最高位。 好,如果最高位一样的话,再去看百位啊, 或者就是就往下去看就可以了。 然后看一下,一万以内数的近似数, 寻找那个整千,整百,整万的那个数啊。 然后看,整百,整千数的加减法, 那这块呢,比如说我们的一千加上两千, 那也就是一个千加上两个千, 那结果呢,就是一加二个千, 那也就是我们的三个千。 好,那这是我们上一讲课的三个内容。 好,我们今天呢,看一下我们从一个小类, 还有我们的这个倒谷入术啊。 哎,一,一共有多少袋麦子啊,多少袋麦子啊? 你看看,哎呀,这个特别大,对吧? 有七百袋。 好,哎,那这个呢,也有八百袋。 那总共有多少袋呢? 就是我们的七百加上我们的八百袋,对不对? 所以呢,我们就总共有七百加上八百。 那七百加上八百怎么算呢? 上一讲课已经告诉大家了啊, 就是我们的七个百加上我们的八个百, 那等于我们的一千五百袋,对不对? 那七个百加上八个百等于十五个百。 那十五个百呢,就是我们的一千五, 所以呢,有一千五百袋。 好,麦子比倒谷多多少袋? 好,看一下。 倒谷呢,哎呀,一千袋啊,很多,对不对? 那我们看一下,麦子呢,总共是一千五百袋。 那我们的倒谷呢,是我们的一千袋。 总共多多少呢,就是我们用大的减去小的, 也就是我们的一千五百减去一千。 那这块呢,十五个百减去十个百, 就等于五个百,对不对? 那所以呢,就等于我们的五百袋。 好,我们看一下啊, 从这个情景开始, 我们就要接触我们的刻一千刻了啊, 一定要注意听啊, 去超市购物。 我们会看到商品包装上会写有下面的内容。 那这表示的是什么呢? 我们看一下啊, 哎,这是一个雪晶盐啊, 月盐。 雪晶盐这块标了一个小小的,对吧? 就这块,净含量二百五十克。 那再看一下啊, 这是一个蓝月亮的一个喜页, 对吧,小朋友在咱们家里啊, 可能都会看到咱们的爸爸妈妈用过。 好,那这块呢, 来了一个净含量三千克。 好,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有单位刻, 对吧?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。 认识质量单位刻和千刻, 常见以刻为质量单位的一个物品。 那看一下这个啊, 白什么糖, 一克有多重,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菊花茶。 那这个呢, 也是我们一个美味瓜子啊, 你看一下这块写了一百克啊, 十二克, 三克啊, 都特别的显眼, 对吧? 我们看一下一克有多重, 一个两分硬币约重一克, 两分钱的一个硬币啊, 大概有老师这个小拇指大, 大拇指大的一个圆圆的, 一个小硬币啊, 圆圆的一个小硬币。 两个硬币才约重一克啊, 所以我们发现刻这个单位特别特别的小, 对吧? 你看一下才三克, 十二克, 一百克。 所以我们发现啊, 刻呢, 是能衡量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的,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, 刻的单位非常小。 好, 垫一垫一克的物品体会一下有多重啊, 回去呢, 看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这个两分钱的硬币啊, 或者只要是硬币都可以, 然后垫下两个硬币, 大概就那个重量。 那这个呢, 就约重于我们的一克啊, 一克, 小朋友记住了啊, 一克。 好, 我们再看一下, 认识质量单位克和我们的千克。 那质量单位克啊, 刚刚给说了啊, 约重于我们的两个硬币。 两个两分钱, 硬币啊, 硬币啊, 好, 计量比较轻的物品啊, 所以呢, 比较轻的, 常用克做单位, 用字母J来表示啊, 这个呢, J啊, 就带着咱们的克, 那一G呢, 就是一克, 老朋友一定要把这个记住了啊, 好, 我们来看一下, 那这边呢, 不管他放的是什么啊, 然后这边是一克,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, 古代的时候呢, 就用这种天秤去称我们的一个东西, 比如他现在在这放几个硬币, 然后在这称一下, 他发现啊, 咱们的一个两, 两个两分钱的硬币, 其实是约重于一克的, 所以这样能够发现我们的物品啊, 比较轻的物品到底重多少, 但是呢, 这些是需要我们的天秤啊, 来完成的, 你像我们现在生活中, 可能就只能称重的东西, 小的东西可能都称不起来, 所以呢, 古代的话就用这种来称, 非常非常轻的一个物品, 好, 比较轻的物品常用我们的天秤来称啊, 这是古代的时候的一种做法, 那我们的左边呢, 放我们的托盘啊, 放物品, 就是放咱们要称的东西, 那右边呢, 放砝砝, 砝砝呢, 在这咱们的这个砝砝盒里啊, 经常呢, 这个砝砝看一下啊, 这个是最小的, 那这个是最大的, 平常也就是五克呀, 一克呀, 一克五克十克, 然后五十克这样子啊, 所以基本上就把这个放到砝码合理, 然后去称就可以了, 比如说现在这个稍微重了一点, 那一克不满足, 我们就先换上五克, 如果还不能平衡的话, 我们就可以放五克, 再放一克, 两个加起来就是六克, 对不对, 再不平衡的话, 我们再放成十克这样子, 好, 那这个是托盘, 然后放我们的砝码, 好, 我们来看一下啊, 常见以千克, 我们看一下以千克为单位的一个物品啊, 那比如说呢, 这个呢, 五千克, 对吧, 那这块呢, 苹果, 一箱苹果, 二十五千克, 那苹果就比较重了, 对吧, 所以呢, 我们用千克去作为我们单位, 这个啊, 做我们的千克, 那跟我们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, 你看一下, 这块呢, 写的是千克, 好, 注意净含量是指桶里箱里的物品实际的有多重, 也就是不带这个箱子, 然后也不带这个, 这个, 这个物品的一个包装这个桶啊, 所以呢, 它里面的一个净含量是指的是, 它里面物品实际的一个重量, 好, 那我们的质量单位千克, 常用它呢, 去去算比较重的一个物品, 所以呢, 比较重一点呢, 我们用千克去表示, 那比较小一点呢, 少轻一点呢, 我们就用克来表示, 那常用千克作为我们的单位, 用字母千克来表示, 那我们的一千克呢, 就等于我们的一千克啊, 一千克, 这个呢, 换算啊, 大家一定要知道, 好, 一千克到底有多重呢, 一千克呢, 我们也知道, 就是一千千克啊, 那大概就是我们的两千个, 两分钱的硬币那么重了, 对不对, 那么看一下, 这个呢, 盐呢, 一袋盐五百克, 那两袋盐就是一千克了, 对吧, 所以我们的两袋盐重呢, 就重我们的一千克, 所以我们称东西的时候, 去衡量的话, 我们心里有把秤, 那心里那把秤是什么呢, 我们的两袋使用盐, 那么重大概重一千克, 所以呢, 我们就会用两袋盐去, 我们要称的那个东西, 去跟两袋盐去比较一下, 我们再去看一下, 它到底有多重, 大概的范围在多少, 好, 我们看一下, 下面用千克做单位的几种秤, 我们看一下, 这个呢, 是用我们的千克做单位的, 你看这里写得很清楚,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, 这个呢, 也是的, 这块也写得很清楚, 垫一垫, 一千克的物品, 体会一下有多重, 回去, 垫一下两袋盐, 看一下, 那个感觉是有多重的, 看一下, 咱们的磅秤称重的一个, 读数, 读数, 也就是那个呢, 咱们用秤啊, 知道了它是怎么称的, 然后物品也放了, 但是呢, 那个指针转了之后, 咱们要知道具体是如何去读的, 对吧, 那指针指着几, 就表示物品有多重, 这个呢, 下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, 会看到, 那比如说现在呢, 小明同学啊, 假设他是小明同学, 他站到这里, 然后呢, 指针从最开始的, 零刻度的位置啊, 也就是这一块, 然后现在指到了这一块, 我们看一下20212223, 对不对, 那23指上我们的23, 那指针指的几就表示物品有多重, 所以呢, 我们的体重就是23千克, 当然是以千克为单位的啊, 小朋友, 那可能不会是克, 因为克呢, 很小很小, 那我们的小明啊, 至少是一个小朋友啊, 对不对, 他肯定是以千克为单位的, 所以呢, 我们是23千克, 我们看一下啊, 生活中用到的称重的称, 电子称啊, 是称身体称重的, 对吧, 那这个呢, 也是我们的体重称, 那这个无论称物品称, 这个称物品啊, 一般称物品的超市用到称物品, 对吧, 那这个呢, 是我们的体重称, 这个呢, 是我们的磅称, 那磅称呢, 在我们去用到就种很重很重的物品, 对不对, 一个大的箱子啊, 这样子我们可以用到我们的磅称, 你看一下, 它里面给留物品放的一个, 这个宽度就特别特别大,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能够知道, 它是用来称很大很大的一个物品的, 我们看, 生活中人们还习惯用金和两, 来表示物体有多重, 两斤苹果啊, 就是咱们去菜市场买苹果的时候, 两斤, 然后呢, 二两茶叶, 二两茶叶, 然后呢, 我们的茶叶是非常少的, 对吧, 非常轻, 一般都是些干茶叶, 所以我们一两来计量, 一斤呢, 等于我们的十两, 那一斤呢, 等于我们的五百克, 然后两斤呢, 等于我们的一千克, 两斤啊, 等于我们的一千克, 下来之后呢, 大家可以把这些单位啊, 换算都记清楚, 好, 计量下面的物品有多重, 用哪个单位合适啊, 圈一圈, 那用哪个单位合适呢, 我们就把这个物品以什么为参照点, 如果你觉得特合适, 你就看看它与我们两个两分钱硬币相比较, 哪个重, 大概的范围在哪, 如果你觉得以千克为单位的话, 那你就以两袋食用盐的那个重量为参照点, 为参照点,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蛋糕, 对不对, 那它肯定是大不过两袋食用盐的一个重量, 所以我们用克来做单位, 好, 那这个小鸡, 那小鸡呢, 肯定也是大不过咱们的一个两袋食用盐的, 所以呢, 我们以克为单位, 好, 以我们克为单位, 那这个呢, 是我们的一个大大的电视机, 大大的电视机, 那大电视机肯定是比我们的两袋食用盐要重了, 所以我们用千克来, 那这个沙发更不用说了, 很大啊, 所以呢, 我们用我们的千克来做单位,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啊, 典型立题, 我们的第二题, 下面的物品有多重, 让我们填一填, 好, 那既然让我们问我们物品有多重啊, 首先呢, 我们就要看一下它这个秤, 对吧啊, 首先呢, 我们来看第一个, 那第一个呢, 那我们首先要看它的一个刻度, 好, 12345, 看完之后呢, 我们要知道一个刻度上对应了单位, 对吧, 那这块呢, 写的是我们的五千克, 好, 那五千克呢, 那这块就是四千克, 对吧, 那这块呢, 就是三千克, 两千克, 然后呢, 我们的一千克, 看清楚啊, 因为呢, 它离我们一千克最近, 所以呢, 我们先把这个点看的一千克, 好, 那这里呢,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九百克, 对吧, 好, 那九百克呢, 这块呢, 就是我们的八百克, 那这块呢, 就是我们的六百克, 呃, 七百克啊, 然后呢, 这块呢, 就是我们的六百克, 那六百克的位置呢, 正好是我们指针所指的位置, 所以这一块啊, 咱们的这个物品呢, 中我们的六百克, 所以呢, 看这种题目, 我们首先要看刻度, 看完刻度之后呢, 我们要去看刻度所对应的单位啊, 好, 那我们继续第二个, 那第二个呢, 我们看一下刻度跟我们的第一个一样啊, 一二三四五, 然后呢, 五的这块的单位呢, 也是代表着千克, 所以呢, 一二三四那块都代表的是我们对应的千克, 那我们看一下啊, 这里是一千克, 那这里呢, 是两千克, 而两千克所指的位置, 就是我们指针所在的位置, 所以啊, 咱们的这个呢, 中我们的两千克, 好, 那第三个我们看一下啊, 第三个呢, 这个呢, 是咱们的称重的, 对吧, 相信小朋友啊, 在咱们的家里呢, 都经常去玩, 咱们的称咱们体重的那种电子称, 对吧, 我们来看一下啊, 这一块呢, 是二十五, 三十, 三五啊, 正好呢, 它也给我们标了对应的这个单位, 千克, 那指针所指的, 就是这一块三角所指的呢, 正好是三十, 所以咱们的这个小朋友啊, 就是中咱们的三十千克啊, 所以呢, 咱们这一块呢, 就是三十千克, 好, 我们看一下, 下面的物品各有多重啊, 连一连, 好, 我们看一下, 那这几个呢, 都是我们的千克的单位, 那这几个呢, 是我们的克的单位, 克对用小的, 对不对, 那我们的猪肯定是最重的, 所以呢, 先看我们的玉米啊, 玉米的话, 那我们知道啊, 看一看下, 排开猪我们给一百千克留着, 对不对, 那我们的这个牙刷呢, 肯定是给最小的这个二十克留着, 那我们的玉米呢, 对应就是我们的四百克, 四百克, 好, 那我们的书包肯定是三千克, 好, 那牙刷不用说的, 可能是最小的, 那我们的猪呢, 肯定是最重的, 一百千克, 百千克啊, 好, 在下面的什么里, 填上合适的质量单位, 我们看一下啊, 哎, 一个西红柿, 好, 克, 对不对, 它肯定是一百五十, 对吧, 一百五十克, 好, 那一个大南瓜, 肯定是三千克了, 对吧, 肯定要比这个西红柿要重一点, 哎, 足球四百五十克, 虽然它可能比较大啊, 但是它里面是空的, 所以咱们以克为单位, 那这个呢, 方便面肯定也是克, 对吧, 肯定是克, 肯定大不过我们的两道食用盐, 一道食用盐都比不过, 跟何况两道了, 是吧, 所以我们用克, 我们来判断一下对错, 一个鸡蛋约重五十克, 一个小小的鸡蛋约重五十克, 那我们想想啊, 嗯, 我们说了啊, 一道食用盐, 两道食用盐大概用我们的一千克来表示, 那一千克呢, 等于我们的一千克, 那我们的零点五, 一千克又代表我们的五百克, 对吧, 所以呢, 我们看一下啊, 一个鸡蛋呢, 其实也就约重于我们的五十克, 五十克, 因为一个鸡蛋, 五十克, 小明今年七岁, 约重于我们的两千克, 两千克呢, 就是我们的两千克啊, 刚刚我们还称了小明的体重啊, 都是二十三, 三十千克呢, 怎么可能是两千克, 是不是, 是不是啊, 错误啊, 错误, 一千克铁比一千克棉花重, 错误, 为什么, 同样都是一千克, 所以它们是一样重的啊, 不能说铁比棉花重啊, 它就是比铁, 本来比棉花重, 它就比重, 它们的单位, 它们的千克数是一样的啊, 所以它们是一样重的, 错误, 一袋盐五百克, 两袋这样的盐, 约重我们的一千克啊, 正确的, 正确的, 我们的一袋盐五百克嘛, 两袋盐就是我们的一千克, 好,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讲所学习的重要的内容, 称量较轻的物品的质量, 常用克做单位, 用字母G来表示, 称量较重的物品的话, 常用我们的千克做单位, 那用字母千克来表示, 一千克呢, 等于我们的一千克, 好, 那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第一个内容, 第二个内容呢, 常见的称量工具有天秤, 电子秤, 弹簧秤, 体重秤, 磅秤, 那这块呢, 大家要不仅要知道, 而且要知道它们应用于什么场景, 天秤啊, 是不是称我们比较轻的一个物品, 电子秤的话, 就相当于用我们来称人的体重啊, 或者是, 就是商场超市那些来称物品的, 那弹簧秤的话, 咱们可能用的不太太多, 咱们可以先不用管它, 那也就是我们压一个, 中间有一个弹簧, 压进去去称物, 看我们指针的一个转度, 这称我们的弹簧秤, 体重秤呢, 就是我们的称体重的, 就是刚刚称小名体重那一个称, 那这个呢, 磅秤呢, 这个呢, 是我们称啊, 很重很重的一个物品, 比如说我们一个大箱子, 一个电视机放在一个大箱子里, 就用我们的弹簧秤, 好, 那这是我们常见的称重工具, 那第三个呢, 我们要知道, 用称称量物体质量的时候, 指针指向积就表示, 所称的物体有多重, 这个主要告诉大家, 我们要去会看, 我们要在会称的同时, 要去会看物品的重量, 对不对, 指针指向积, 它就是几克或者几千克, 那关于是几克呢, 几千克呢, 我们要去看那个称上标记的那个单位, 到底是千克还是克, 好,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三个内容啊, 比较少, 但是呢, 是我们新接触的一个名字, 克与千克, 所以大家下去之后呢, 也可以啊, 回去监一监我们的两个, 两分钱的硬币啊, 再去监一下我们两袋, 食用盐的一个重量, 去体验一下我们一克, 还有我们一千克的质量, 到底有多少, 好了同学们, 那这呢, 就是我们的三个知识点的内容啊, 那我们下堂课再见, 拜拜, 我们下堂课再见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